文章来源,华尔街见闻 金价高不可攀,我已经好久没敢去逛金店了 家住深圳水杯市场附近的渔航华明对作者表示 近两年,90后姑娘渔航感觉到自己身体里的黄金血脉在觉醒 以前觉得老土的黄金首饰,现在越来越爱不释手 而且黄金还在不断增值 他趁着前年置办婚礼三斤时买的金饰才380元每克 如今已增值上万元 进水楼台,平时逛水杯展厅也成为他最爱的日常休闲活动 但今年3月后,渔航就没再踏入水杯市场的大门 3月以来,金价开始罕见的急涨急落 上海黄金交易所信息显示 国内金价先是在一个半月间从480元每克飙升至577元每克 涨幅达20%,超越去年全年涨幅 随后又快速跌落至540元每克 在5月20日再度占上574元每克后 5月31日又跌至553元每克 这一价格仍处于历史高位水平 零售市场上,周大福、周生生等门店挂牌金价 一度突破740元每克 金价暴涨,金店老板们却高兴不起来 在四川地区,经营黄金珠宝门店超过20年的老板周扬、华明 对作者表示,生意太差,想把金店关了 谁接住了金价暴涨的颇天富贵 金店老板们也不敢进货了 看着金价崇尚新高,周扬内心却十分复杂 一方面,门店的货品有所增值 但另一方面,来买珠宝首饰的顾客更少了 周扬家的黄金珠宝店开了超过20年 但他却从没觉得生意像今年这般艰难 尤其是才过去不久的五一假期 周扬告诉作者,门店营业额和去年差不多 但利润却只有往年的五分之一左右 主要原因在于产品销售结构的大调整 香榭类,一口价类产品的毛利较高 这也是金店的主要利润来源 但当前顾客更青睐按客重计价的足金饰品 而门店的租金,员工成本等支出相对固定 导致利润率大幅下滑 周扬表示,当前信息渠道发达 消费者不愿再为高溢价的一口价类产品 钻石类产品买单 此外,金价高企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了观望等待 货品是有所增值 但金店主要还是要把货品卖掉,获取利润 周扬强调,现在销售差了 货品就流通不起来 金价的震荡幅度远超往年 上海黄金交易所数据显示 国内金价在4月15日一度创下577元每克高点后 快速下跌 在4月23日一度跌至544元每克 五一假期过后 金价在5月20日攀升至578元每克的高位 5月23日又猛烈下跌 周扬颇有些后悔没有在4月下旬捕获 但他更怕当时金价还会进一步下跌 周扬表示当前经销商们根本不敢大量进货 只愿意拿回收的旧料以旧换新 这样可以避免金价剧烈波动带来损失 目前店内销售的基本是春节前的存货 而通常情况下经销商们过一段时间就会拿现金补货 每次补货在一公斤左右价值40多万元 作为全国最大的黄金珠宝批发市场 深圳水贝对市场变化敏感入微 大家都躺平了 有熟悉水贝市场的业内人士对作者表示 金价暴涨暴跌带来的交易摩擦更胜以往 该人士介绍金市加工厂一般不备原材料 而是根据市场需求向上游料商借料 同时支付一定的利息 假设工厂和客户已经确定好结算价为500元每克 结果到了第二天金价跳涨到510元每克 工厂根本无法承担如此大幅的成本上涨 只能暂停接单 眼睁睁看着金价越涨越高 到底谁来承担金价快速上涨带来的成本 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 水贝商户们也备受煎熬 来买金市的客户们不见了 而铺面的租金分文不少 珠宝行业都是重资产 产品要卖的出去 资金才能周转起来 否则就会出问题 该人士表示 一家金店品牌负责人对作者表示 当前行业特别难 特别卷 金市属于非必须消费品 在当前高位下 消费者宁愿推迟消费 此外 一些消费者的收入预期变弱 消费支出整体都有所压缩 金店利润率大幅压缩 敌家消费者当前观望情绪浓厚 销售额下滑 一些品牌门店干脆关门退出 中央介绍 某品牌门店在当地的六家店铺 如今只剩下一家 也不乏一些金店 趁金价高企 清藏退出 中国黄金协会在四月末也指出 金价高企及巨幅波动 使得黄金加工销售企业 生产经营风险增大 批发零售企业进货变得谨慎 首饰加工企业原料成本上升 出货量下降 部分中小型加工企业 甚至停工放假 金市卖不动 消费者涌向金条 暴涨的金价面前 消费者越来越资助比较 或推迟购金 或寻找更具有性价比的购金途径 世界黄金协会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 国内金市需求总量为184吨 同比下降6% 世界黄金协会中国区 CEO王立新指出 从价值角度 一季度国内金市需求 仍同比上涨9% 达到约900亿元 是由统计以来以价值计的最高的一季度 王立新介绍 市场调研显示 今年1月份 春节前的需求量是近几年最高 从业者原本满怀信心 但没想到 金价在3月份飙升 抑制了金市的消费需求 消费者和零售商都对购金持谨慎态度 3月需求的走低部分 抵消了年初的强势开局 导致一季度金市消费总量并不突出 与金市相反 国内金条和金币需求达110吨 同比激增68% 这是自2013年以来最强劲的一季度表现 相较于金市 金条产品溢价较低 更保值 以5月27日 周大福挂牌金价为例 其足金饰品金价为715元每克 而金条类产品为631元每克 同一时间 公行如意金条产品价格则为565元每克 山东招金金银金链有限公司 下称招金金链是国内多家银行的贵金属产品 定点委托加工企业 招金金链副总经理王伟介绍 今年金价高 激发了老百姓金条消费的热情 我们今年特别忙 截至目前 招金金链为银行加工的金条已近60吨 社交媒体上 一些年轻网友之招 如何买到性价比更高的金市 从银行购买金条再去打金链 加工成戒指 手镯等手势 工费可以低至10元每克 一只手镯轻松省下大几千块 中央还告诉作者 过往针对经销商的黄金批发市场 如今也面向散客销售 价格只比卖给金链的价格贵3元每克 随着短视频快速传播 本地大量消费者都来这里采买 这种业内成为水贝模式的销售方式 对金链冲击巨大 黄金成为过去两年来国内最好的投资品种 国内投资者对黄金ETF 以黄金为基础资产 跟踪现货黄金价格波动 并能在证券市场交易的基金产品的热情 也不断升温 截至一季度末 中国市场黄金ETF总值仓达到67吨 资产管理总规模达350亿元 再创历史新高 4月末时 王立新介绍 截至当时统计 4月份中国黄金ETF大幅增长24吨 创下月度持仓增长的历史记录 总持仓量已突破90吨 不过 随着金价上涨势头放缓 国内黄金ETF有所降温 世界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 4月中国黄金ETF最终增加17吨至84吨 金电增收不增力 金矿迎来颇天富贵 2023年黄金大卖 让多家黄金零售企业收获上市以来最好业绩 但随之而来的2024年一季报却喜忧参半 周大福01929香港披露的今年前三个月经营数据显示 中国内地零售值增长12.4% 但具体到门店看 铜电销售同比下降2.7% 其中黄金首饰同比增长3.4% 而珠宝镶嵌K金首饰同比下降19.5% 周大福2024财年中报2023年4月初至9月末指出 其由于黄金首饰产品营收占比从上年的76.5%提升至80.4% 导致毛利率下降150个点 另一方面金价飙升以及优化定价策略 使得其调整后的毛利率增长330个点 周大福并未披露其具体营业额相关数据 但对于黄金珠宝门店来说 这种消费结构的转变意味着利润率的大幅下滑 周大生002867深圳一季报呈现的趋势更为明显 一季度其营业收入达到50.70亿元同比增长23.01% 但其净利润同比下降6.61%为3.41亿元 对此周大生解释称 受外部经济环境因素影响 春节后黄金市场价格快速上涨 叠加节后效应 黄金消费及下游客户捕获热情受到抑制 黄金品类的销售在节后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消费预期更加谨慎 可选消费比市场进一步承压 黄金首饰的毛利率远低于镶嵌类首饰 以周大生为例 其黄金首饰毛利率为8.66% 镶嵌首饰毛利率为31.65% 在周阳看来 金电品牌方较为强势 会要求经销商在进货时 必须搭配一定比例的钻石镶嵌类产品 这些产品当前严重滞销 终端的销售状况 反映在上市公司的报表上 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此外 周大福在市场上的认可度较好 其他品牌很难享受到较高的溢价 在老凤翔600612上海 于5月10日举行的交流会上 有投资者提问 商务部监测数据显示 春节期间 金银珠宝销售额 同比增长20%左右 但老凤翔一季度销售额 增加4.36% 是否略低 对此 老凤翔董密邱建民解释 今年春节的订货会销售 同比实现增长 但因为后期黄金价格的涨幅较大 尤其是整个三月 上海黄金交易所 金价涨幅约10% 期间金价每克涨幅超50元 金价的急速上涨 对终端的消费有较大的影响 进而对公司一季度的销售 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而在黄金产业链的上游 作者在近期走访时了解到 金矿企业们正马不停蹄 加快生产 世界黄金协会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金矿产量同比增长 4%至893吨 王立新介绍 在当前高金价吸引下 金矿公司加紧生产 但矿产金的供应量 很难有大幅度的变化 变化幅度往往在1%至2%的平均值 4%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一季度供应量 不同于煤炭钢铁等商品 其价格受供给直接影响 存在波动明显的周期 金价与金矿产量的关系并不直接相关 有业内人士对作者表示 金矿的开采成本相对平稳 随着金价上涨 金矿企业应来颇天富贵 以国内矿产金产量最高的山东黄金 600547上海为例 其2023年矿产金产量41.78吨 营收592.75亿元 同比增长17.83% 净利润23.28亿元 增幅86.57% 今年一季报显示 其营收达到189.57亿元 同比增长44.73% 净利润7亿元 同比增长59.48% 同比增长